哈喽哈喽哈喽 我是阿年 欢迎收看今天的Vlog 大哥 如果我不下我就是小狗 为什么这么热 因为我把你热炒酱了 SM一定要找一个安全词 我跟你们说 我现在马上要去做热拉提 做完热拉提之后 好像整个脸都会出现那种 红色的那种刮痧一样的效果 我就怕我明天和晚上 录不了视频了 那我今天就临时在车上 给你们录一个 那今天的明月之旅呢 我们就延续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三亚之旅 第二部分呢 是海口的 吃喝玩乐之旅 可能是因为这次去三亚 就没有那种工作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哪怕是下雨的话 嗯 我们也挺开心挺淡定的 我们现在只能在雨中作乐 我觉得雨中走路挺热的 挺热的 挺热的 我们到酒店了 感觉这雨更大了 不仅下雨还打雷呢 还闪电呢 哇 太过分了哈 有点过分了哈 我们现在坐在这个 小凉亭里面 通通通 其实这上面有点湿湿的 但是我觉得外面下着雨 我们俩在这躲雨还挺舒服的 工具人 拍照 车相 开车 还有挡雨 我以为你也没有雨 你挡完了才几天没雨 你好 你好 你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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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要入住了 我跟大哥其实一直出来旅游都是喜欢那种走景点 然后看看当地必打卡的一些地方 直到这一次我们真正的开始玩酒店 才发现这样的活动真的不太适合我们 睡觉 大家 这就是结婚之后的蜜月生活 大哥 大哥 出去散步 我们又到上午这个游泳池了 现在好多人 房间躺着 泳池边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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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之雨躺着 哇 这雨也太大了吧 突然之间 我们躲在这两个小蓬蓬下面 你已经被领到吗 我已经被领到了 我已经被领到了 还是撒我身上了 但那几天唯一的一个活动就是我把那时候更新的那个有一部仙侠剧叫琉璃我把它看完了 我在看这个琉璃简直太上头了 看着我就是觉得好想谈恋爱 一切 一早起来给自己带着大红花 哈喽 刚刚把妆坏了一个 我们准备去沙滩边上坐一下 杜明月就是这样 嗯 就是我看你你看我 那天都懒了 我们可以去看天了 有个自己的院子我一定会种鸡蛋花 你呢 为什么 好看 又不是热带 看我这样有没有像热带风情小妹 哈好漂亮啊 我吗 你和大海都很漂亮 你们来海岛一定要从上带一朵鸡蛋花 带上去之后 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非常的热带 看着太阳有点大 带着我有点花分 哈哈哈 干嘛 你跟他说歪的你说歪的 歪的那又怎么样呢 你去外国人你难道说外国人吗 我去上卫生间吗 喂你吃饭 你是个杠机吗 你是个王八蛋 哈哈哈 普通话需要加强 这个蜜月度不下去了 这个蜜月完全度不下去了 不对你跟这棵树重合了 怎么 啊 不是你应该是背影 人家路飞都是一个背影 我是船长肯定是看着大海的啊 啊 可是大海在你背后啊 对啊 要去穿我一个 哈哈哈 快去扒树 又要去扒树了 看他能够完成多少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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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我换了一朵花 这个都已经游不见了 你们能看见它吗 那个小姐 我假装我这里游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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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没学会 我的指甲断了 从我的肉中间断了 太惨了 我学游泳的历程到此结束 我宣布 其实我们整一趟旅行 唯一一个特别浮夸 然后特别有那种度假感的事情 一定是那段漂浮下午茶 往左边一点 那边 对 我的免费小购 我们搞了一个漂浮下午茶 好浮夸 这大概是整个蜜月之行 看起来最像蜜月的一个奇怪的活动 生活中总是需要点仪式感 怎么样 我应该摆什么样子 随便你看我先给你转圈圈 那我要吃 那我要吃 拿一把 大鸡翅 那我要吃一个嘎嘎 我觉得这个太选手了 真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大 它可以自动旋转 旋转 旋转三次 边吃边锻炼嘛 你吃着吃着就去追她的那个 我们俩决定在岸上吃 这晚上简直太不方便了 我们从房间出来了 下午天晴了 然后都是晚霞 好漂亮呀 我们今天吃椰子鸡晚餐 我们现在准备去海边散一下步 那边是哪个酒店的 可是那么远 这边是不是分界周岛啊 啊 我记得看过去好像是分界周岛的那边 这么近啊 我们这一次还有一张券没有用 就是它这个酒吧 这边有一个喝酒的券 然后我们也准备今天晚上把它用了 然后我跟大哥刚刚临时决定 我们明天准备去分界周岛 哇 现在是已经晚上十点钟了 好舒服呀 你怎么穿的那么 像那种 日本古式 不是流氓皮子 你想把这种台湾姑姑在 我就是台湾过来了 你有什么意见 你当内给我讲啊 你好烦啊 你就是 这很激败的 开门 你开门哪 不要烦啊 真的开门 烦死了 半天不开 有死呢 要是在这里面吗 不在 那你放大厅大堂的桌子上了 不会吧 会 因为你当时就放在那上面的 那我去拿吧 然后我还约你拿 那一起去拿吧 走 刚好相机记录你这个人傻逼的最正 你怎么这么傻逼啊 我服了你了 下我就下 我跳下去 你就跟着跳下去好不好 如果我不下我就是小狗 你自己玩吧 太冷了 我才不来 谁下去 谁闪避 你吃点荡物 早上好呀 没想到走的这一天出太阳了 我简直就是个雨神 其实这次酒店住的还是特别满意的 这外面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温泉池 我们现在准备退房去了 先把早饭吃了 然后就去分界周岛 这是今天的早餐 怎么讲呢 第三天我们退房的时候已经 天已经开始放晴了 而且是那种大晴天 所以说整个温度都已经是升得非常的高 导致我们那天去分界周岛 真的是 星火旺 我们已经上岛了 分界周跟我想的就很不一样 我还以为是那种 就是跟西岛一样 是那种比较普通的那种 居民岛 但感觉现在看来非常的游客 为什么看起来有点猥琐呀 这人买了两丝袜戴手套 像那种棉袜 不热吧 有点热 但是防晒啊 你不能晒太黑了 寿比南山 这里有一个恋人族 你不陪我一起吗 我的恋人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 我与你与恋爱 小吓着我 顺着我的指头看 早上有青草 鲜花 美丽的走兽舞飞鸟 恋爱 欢欣 自由 识别了人间 永远 好文艺啊 你读的好屁呀 是不是看到这里 你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呀 一切都很正常 还嘻嘻哈哈开开心心 但你知道的 女人的心情 就像这个阴晴不敌的海岛天气一样 突然之间 它就变了 我们已经上山了两个小时了 吵了两个小时的架 什么现在什么都没做 就光吵架去了 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小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吵架 吵到现在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心情了 唉 由于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心情录视频和说话 我就把相机交给大哥了 直到我回来检视频才发现 大哥拍的那些素材真的是反映出来了 他的内心住着一个诗人 而且是瓷库非常匮乏的那种 我们现在岛上爬山 已经爬到半山腰了 还有好多梯呢 但是到山上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海景 坚持到山顶吧 我们在半山的一个观景台 看我们离海平面已经很高了 哇 这个地方看 整个海面厚了好多 太漂亮了 山与海的交界 哇 一望无际的大海 在这里我要提醒广大观众朋友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们 一 不要在旅途中跟你的老婆吵架 二 不要在吵了架之后 还要带你的老婆去爬山 还有腰爸爸 造什么念要爬了这楼梯啊 垃圾 我猜不想你的行情呢 热 为什么这么热 因为我把你惹吵架了 为什么要吵架 因为我错了 你为什么错了 我不该跟你吵架 你说大哥当时其实是不是带我爬山去另有目的呀 我们终于要到这个海中心的岛 都不能叫湖心岛 在海的中心 还挺漂亮的 你就把你打完了只看得到一朵伞 你是一朵伞人吗 怎么说呢 恋爱的心情吧 就像是玩那个水上飞龙 总是在起起伏伏 而且大哥是一个特别特别能够把我都笑的人 其实很多人好奇 吵完架之后是如何和好的 可能也是很多人无法理解或者说是get不到的一个办法 但是对于我跟大哥我们两个的性格来说 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 那今天这个方法呢就给大家仅供参考 你先派我peace peace love 大圈 这就是我们的和解 如果以后再出来旅游还是为了这些事儿 吵架的话 我们要像那种玩那种SM一样找一个安全词 会还是玩SM的 因为安全词这个词本来就是他们到极限的一个那样 就是到这个点之前 情绪失控之前 把这个吵架扼杀在摇篮里面 我还没说呢 我们这个东西仅限旅途中使用 生活中该吵必须吵 只有吵架才能把问题解决 那我们今天吵架之后也算是解决一个大事儿对不对 好的 就是以后的旅途中间 一旦马上要吵架了就开始 peace love 来 打拳 打拳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当你觉得事情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的时候 可能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又出现了 而且它有可能是长时间能够解决的 我也不知道我们下一次旅途中 会不会用到这一个安全词 但总的来说 至少在这一次旅途中的之后几天 非常的有效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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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准备去本地人要去拍照的那种地方去拍照 实在是太热了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我们准备去一家咖啡厅 我们准备来这一家 因为它这有一个小小的泳池 怎么没水呀 我每一次就是在表达我对某一个城市的夏天 就是没有重庆热的时候 第二天就给我来一个下马位子 我就不该这么嘴欠了 现在在白沙门公园 要去找一颗特别所谓孤独的大骨 我已经被鞠了 我已经被鞠了 这是啥玩意儿 这是拍照的代价 这是蒲公英的那个吗 不是 我不知道好印他不是蒲公英 他好扎我的腿 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 我们今天吃这个叫牛店 专注牛肉20年 哎呦我们家小可怜 一直都在这个窝窝里的不出去 小猫呀 谁在喊你呀猫猫 好不好吃啊 可以 就是 其实有普通感觉 啊 好吃啊 是这样的哈 这次去海口呢 打开了几家当地特别有名的一些新店 说呢就是还挺让人惊喜的 现在呢是中午的12点40分 我跟大家终于准备出门 这首真的比哥哥还黑 我怎么回事啊 我的这里你看我这里就是有分层的那种 是不是 大家回事啊 我们点了一个墨西哥饼子 还要了一个烤鸡 我们要去另外一家咖啡厅 这家叫做铁手吧 Irohand 今天感觉店里的所有人都不约而童 穿着这样黑色的衣服 包括大哥 包括电源 包括客人 中午好呀 中午好 我们现在出门了 我们去哪里 快来回答我 我们去吃西枝 精致男孩最后的倔强 我还精致吗 黑如牛屎 你真的黑得发光 我们来的是这一家 但是本次去海口整整算下来有8天左右的时间 最令我难忘最令我喜欢的事情一定是老爸茶 好萌哦 养了一个绿萝 这儿有个年年抱负 谢谢啊 巨关 好多人啊 然后这家店是要去自己端菜 先拿下来 那要一个柠檬红茶 老盐百香果 好 我们去的第一家是叫巨福安 然后他们家的鸡翅真的是绝了 超级好吃 而且只要8块钱 这个老爸茶简直太好吃了 而且好便宜啊 感觉吃了很多 然后我现在巨宝 吃完之后结账的时候发现只要106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去了另外一家 恒心发的感觉就是更加的市井一点 然后它的整个环境啊就非常的接地气 当时我们是在骑游老街打包了一份那个非常出名的无日标排骨 然后在骑那个共享单车去的恒心发茶店 恒心发的那个6块钱的柠檬红茶这么大一杯 巨好喝 我们的奶茶和这个红柠檬红茶好好喝 还把面包和饼打包了 你们猜多少钱 只要54块钱 好便宜啊 你要问我海口有什么玩的话 这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作为游客啊 是可以去的 它是小刚导演拍芳华的那个拍摄地 现在已经到这个冯小刚电影公社了 然后我们订的是今天的晚场票是49块钱玩两个景区 然后还可以换一次衣服 大哥准备去一个鬼屋 而且我还蛮建议大家晚上去的耶 主要是白天如果你是夏天去的话 你走在里面你会非常的晒非常的热 晚上的时候它的那个霓虹灯才会打开 这样的话你整个无论是视觉还是拍照的话 拍出来的效果都非常的复古 我穿越了来到了民国 这个清国清城的美女是谁啊 不得了 我看看你穿的什么鞋 这是什么鬼 谁能想到如此美妙的衣服下面 穿的是一双 后面有一个很欢乐的人 因为他现在很开心 他准备去鬼屋了 没有人一起组 就我一个人扎整 啊 不组队 哎后面有人要跟你一起 你们要去吗 要一起吗 去吧我帮你拿包 哎你看这两个男士要不要一块 他们要六个人一组 哎刚好你们六个人 你们快点啊 加油啊大家 有鬼吗 嗯我啥都没看到 反正就蹦想了一下而已 进门票才十块钱嘛 哈哈哈哈 到了芳华他们跳舞的练舞的地方 我们现在准备去免税商场逛一下 因为我们后天就要回重庆了 好像是好大一点 那我们就这个吧 啊怎么怎么老二爷起来了 每一个是你命中注定的 金牌打捞员 一切又都恢复无处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钟 我们准备去赶飞机咯 做完了哈 我们的飞机居然出故障了 我现在在下电影 我们最近在看摩天大楼 嗯本来只下了三级 结果现在飞机故障了 我把全级都下起来了 我们终于登机了 摩天大厦都已经看了 六级 太牛逼了 现在车辆故障了 百度车也能故障 那我的蜜月之旅 就是在飞机故障 和百度车故障中结束了 下一个视频我们重庆见吧 说不定就会给你们分享我的热拉提经验 拜拜 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的凌晨一点钟 我正在吃烧烤 我问了你的 你自己说不吃的 你现在自己伤心吗 那就是你太刺激的脑 但是你自己说你不吃的吗 我叫飞啊 你不是要看我吃播吗 哇 你把蜡蜜酸 我觉得你也要小 嗯 很好吃 你自己吃狗呀 你打个打的 嘴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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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打的我就不要嘲笑我 我绝对不嘲笑你 我嘲笑你我是狗 吃赶紧吃 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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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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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肯定了 了